在撞上凯一橋之前 打理過櫃輪發出緊急求救信號 通知說失去動力 這一點點的時間差 就讓相關人員可以及時阻止車輛上橋 但還是有8人落水 包括當時在橋上施工的6名工人 平均每天有3萬5千人使用 將會有好長一段時間 必須要繞道用其他的替代道路 至於撞橋事件的噪音 排除恐怖攻擊的可能 橋樑也沒有任何結構問題 初步朝意外方向調查 美國總統拜登表示 聯邦政府將會支付橋樑的重建費用 而他也會盡快到巴爾地摩探訪 當地時間凌晨1點半 新加坡及達利貨櫃輪撞上巴爾地摩的凱伊橋 導致橋樑坍塌道路中斷 在我後面就是坍塌的凱伊橋 這裡也是馬里蘭州州長摩爾 和運輸部長布塔諸吉記者會的地點 摩爾表示在撞上凱伊橋之前 達利貨櫃輪發出緊急求救信號 通知說失去動力 這一點點的時間差 就讓相關人員可以及時阻止車輛上橋 但還是有8人落水 包括當時在橋上施工的6名工人 美國總統拜登表示 聯邦政府將會支付橋樑的重建費用 而他也會盡快到巴爾地摩探訪 我去巴爾地摩探訪 如果這樣 這麼快 我可以做 這麼快 我可以做 這麼快 我可以做 有可能有理由 相信公司在船上的船上 水面搜救潛水人員用上了聲納 另外還有直升機從空中查看 除了搜救還有通勤問題 凱伊橋大約兩公里長 平均每天有三萬五千人使用 將會有好長一段時間 必須要繞道用其他的替代道路 至於撞橋事件的噪音 排除恐怖攻擊的可能 橋樑也沒有任何結構問題 初步朝意外方向調查 達利貨櫃輪是新加坡級的貨櫃輪 由丹麥海運公司馬士基成租 船上載有1萬個貨櫃 意外發生時 是離開巴爾地摩前往斯里蘭卡 當時是由巴爾地摩港口的人員 來進行操作 至於為什麼會失去動力 還要進一步了解 達利號從2015年建造以來 已經檢查27次 根據電子品質傳播資訊系統的資料 達利號在2016年和2023年 被記錄了兩次缺陷 新聞新聞嘉輝 美國巴爾地摩報導